欢迎收看今天的全民大觉醒 现场邀请到来宾意识资深分析师林幸福 幸福安 主持人各位官方大家好 我们先来扫描今天五盘盘面上的量大指标果 依照上市成交值排行来看 台积电目前是在平盘附近 另外包含了郁金光 今天也成交量能是放大 股价相对比较强势抗跌 原大物升300正2是带量下压 台表科华新科国具 目前都是呈现比较带量下压的 我们先来看台积电来看他的认购权证 成交金额最大是台积电群益 郁金光认购权证成交金额最大是郁金光群益 而下跌的台表科认售权证是台表科群益 原大物升300正2的认售权证成交金额最大是物升正2原大 华新科的认售权证成交金额最大是华新科群益 好请教幸福 因为今天的成交量突然萎缩到 目前连750亿都不到 似乎距离这封关越接近 这越有多空对决 而且僵持不下的味道 我们来看一下这多空对决怎么说 今天偏多方的讯息包含了 中美贸易谈判乐观 道琼在上个礼拜是重返了季线 目前是不是美股相对的强势反弹 还是有支撑雅谷的力道 外资在现货已经是连三个交易日买超了 台指期的进多单来到了5.2万口 这是半年来的新高 表示外资又没有结账的压力 在农历年前会继续的做多吗 指标股包含了大力光台积电南亚科 法说会过后股价都是利空出镜 利空不跌 台湾50ETF今天配息2.3块 是近年来蛮高的配息 殖利率换算下有3%多 有没有机会可以挑战填息呢 那空方的讯息当然也是有 也压抑今天的亚洲股市 包含了台湾的12月外销订单 受到了贸易战的拖累是衰退了一成 其中资讯通信的订单是骤减了13% 反映的是智慧手机的出货量激动 那国泰投信董事长张錫 昨天也有一点点保守 他说9500点之下是不怕投资台股 但是在接近万点就不要再追了 那国泰金也调查了一些投资人 对于股市的看法 近六成的受访者都看坏 上半年的指数有可能会跌破9000点 那西湖哥昨天一度是碰触到9900点 但是功亏一篑 万点关前现在多空对决封关前 有机会可以看到万点的数字吗 当然因为昨天是美股 马丁路德纪念日休息一天 所以今天美股的部分 少了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 那我想在成交量的部分 也比昨天大概少了一两百亿 目前我们以加权指数来看的话 预估量大概只有700多亿 那当然量说它就是一个震荡盘 我们可以发现今天大盘指数大概 就是在平盘附近来回去做区间震荡 那目前大概是小跌20点左右 那从产业的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现在目前利多利空的消息都有 我想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 最新公布的这个外销订单的部分 因为受到中美贸易 还有智慧型手机销售不佳的影响 12月的这个数字确实是不太好 那刚好这一波大盘从低点 这个9319反弹到这个昨天的盘中 已经有短过9900点 短线它还反弹了将近有600点 所以在这里来看的话 也是进入了一个量缩震荡 然后必须等待更多进一步的 不管是利多或利空的消息 来去做反应 那当然如果说景气 特别是今年上半年的话 有这个衰退或者说减缓的疑率 所以你可以发现在越接近万点大关的同时 这个压力就开始慢慢的浮现 所以我也认同刚刚 这个我们算是这个同业的前辈 张喜董事长的讲法 就是9500以下 如果说突然短线急点 你可以进场稍微做布局 但是越靠近万点的时候 当然这个时候如果就指数的操作上 你就不要过于照进 不要说昨天外资大买 然后大家一天看好工 然后就跳进去 可能短线上你就会有点 这个受到震荡的一个影响 但是从产业面的角度来看的话 虽然今年上半年 我们看到的是很多的这个电子产业 可能表现不如特别的好 但是还是有一些 今年能够逆势维持正成长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一再 这段时间大概这一两个月 不断跟大家强调这个5G网通产业 那从中国美国 甚至包括像日本韩国 纷纷提出了他们的一个5G商转的时间表之后呢 台湾这边也开始有比较明确的进展 我想今天在报纸有提到 台湾的部分最快在明年底 2020年底就有机会来进行5G的商转 那5G的执照呢 最快明年的年初 就会发了5G的这个频谱出来 所以我想在这个5G正式开始 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之前 这个所谓的基础建设的布置 我想这我已经讲了一两个月 就非常的重要 那你不管从过去的3G 转换到4G 都是一样的状况 就是真的商转之前 整个设备 整个相关的网络通讯的 这些股票都会先涨 反而等到利多实现 可能到2020年正式商转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你看到真的5G开始用了 反而那些股票就已经先涨了一大波了 那这个是少数我们目前看到 产业面非常确定的 那当然今天网统通股 有些是开始出现震荡 因为毕竟这一波也涨了不少 所以我们认为呢 这边来看我们可以挑选 相关这个股价位阶 还没有冲出去的 但是也跟5G网统通相关 我们来看一下2379的瑞玉 瑞玉呢 你看他一下他的这个技术面的形态 其实他最近这段时间 大概就在135到150这边 多数的时间130到150这边震荡 那上礼拜最高曾经有来到159 不过当天比较可惜的是收了一个黑K 那目前来看的话呢 这个区间震荡整理的这个状况还是不变 那这边是投信的买卖超持股情况 大概还是一个近期的新高 最下面这边是千张法人的持股 那上礼拜的这个部分也是有回升 所以我觉得网通里面如果有些已经过高的 或者说这个乖离比较大的 我们先不要追 先看这个还盘整区还没有正式突破的 那相关的权证呢 我们给大家报告一下 今天是这个由原副所发行的 034786这一档 瑞玉的认购权证 我们来看一下条件的设计 纽约价大概在160 呈现价外大概5.6% 发行价5000张 流通债外比例大概是1.32% 这是有关于在瑞玉的这个认购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呢 今天产业面重要的新闻 就是在生计相关的一个新闻 那之前呢 这个浩鼎案 这个前中研院长 这个翁启慧被一审判无罪 那当然我们知道 在司法的程序里面呢 是要三审 正常来说啦 如果到最后要三审才定验 不过这一次呢 这个士林递检组 是直接放弃上诉了 也就是说无罪是确定的 无罪是确定 所以你可以发现 今天早盘呢 这个生计股还表现得蛮强 而且呢 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从这个浩鼎案发生之后 你可以发现 很多的生计股呢 这两三年都一直是在低档盘旋 为什么 因为 它是一个新要非常指标 重要的一个事件 那有官司的干扰的情况之下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 这个产业会先打个问号 不过既然在这边呢 已经无罪定验来看的话 我觉得生计股 会慢慢的开始有这个 比较多的这个资金呢 往这个区块来做移动 特别是我们刚刚前面强调 今年上半年可能很多的产业 它的一个成长性可能会趋缓 甚至开始出现衰退 那比较稳定的产业 生计医疗这一块呢 就开始成为市场吸睛的情况 那我们把昨天 这个法人买卖超的情况 跟大家报告一下 有什么股票呢 是这个外资跟投信 有再加码的生计股 给大家看一下 有包括像邦特 昨天外资买了26张 投信买了78张 还有买比较多的是利丰KY 分别买了320张跟65张 不过为什么今天我标题 下了一个生计股获利差异大 表现大不同 我把去年前三季 这些公司 它的获利状况 给大家列出来看 比如说像新药 因为它的这个开发的 这个时程比较长 所以呢有时候 公司的获利都还出不来 比如说像基亚 这个去年前三季都还亏钱 那终于呢 虽然去年前两季有小赚 不过第四季呢 哇 亏了1块4毛2 一下子呢就 把去年前三季 变成是赔钱 所以生计的 特别是新药的部分 其实它的波动是非常大 会随着 这个开发的进度 或者说呢 审核的一个进度 影响它股价的表现 那如果说呢 是比较有这个获利数字 比较稳定的 其实我认为还是在 依财相关的 比如说像4107的邦特 你看一下 它去年前三季呢 分别赚了1.2 1.63跟1.35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目前呢 它股价的情况 其实它最近呢 大概就是在 95到100块这边 来回区间去做震荡 也是呢 算是一场横盘整理 大概两个月的股票 这边 投信的持股呢 是创波段的新高 这两天投信都有开始在买 最下面这一栏一样 是千张大物的持股 是在稳定增加的 是在稳定增加的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 那这家公司呢 我想之前跟大家报告过 它做的是 洗肾相关的耗材 甚至包括像心脏导管 呼吸导管等等 那这种东西呢 其实它都不需要 因为它是属于侵入式的 可能必须要插到你的气管 插到你的这个血液的回路里面 所以呢 其实它的认证是非常严谨的 因为万一你的材质不对 或者说万一你的这个制成过程 有什么状况的话 其实都会这个造成人体的危害 所以这种东西呢 它一旦需求 或打入某家医院之后 它的需求是非常稳定的 除非你这个产品出现什么问题 不会说今天突然景气摔电 像我这两天有经过 我们家附近的诊所看到 因为这两天突然又变很冷 这个耳鼻喉科的诊所呢 这个真是人满为患 这个大家都要多注意保暖 不要小心不要感冒了 所以你可以发现 当你生病了 当你需要医疗的时候 其实不管景气好或坏 不管今天台股大涨500点 或大涨500点 家里的长辈 可能需要洗肾的 你可以跟他讲说 今天就不要去吗 因为大跌500点没赚钱 不可能 所以这个是非常稳定的需求 那去年EPS会创7年新高 今年EPS6块起跳 所以我认为呢 这种毛利率有40几%的 有非常强的这个 防御能力的这个股票的话 其实20倍的本益比呢 我觉得都是非常 20倍以上的本益比 都是非常合理的 那相关全震的部分 今天跟大家报告一档 是中信所发行的 700370 这个邦特的认购全震 看一下它的 纽约价格 纽约价格是在1.2 以昨天说完价 大概是价外10% 发行量还蛮大 大概1万张 目前在流行比例是3.8% 所以我认为 从产业的角度来看的话 电子股今天 今年可能多数的产业会衰退 那5G网通呢 算是少数的亮点 如果说呢 是比较想要保守 稳健的投资人的话 从生计产业里面 找一些获利稳定的 一些一彩股 之前跟大家报告 比如说像473的泰博 已经涨到20倍的本益比 200块也不建议大家追 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4107的邦特 这个呢 今年的这个获利 还会再创高 这个部分呢 我就觉得值得 大家可以留意 好 分享一些幸福的分析 跟观察 那也提醒观众朋友 全震是高杠杆的投资商品 有机会在短期间 获得极高报酬 或是蒙受权利金损失 购买前请先了解 相关风险 详阅公开说明书 也可以多利用 券商的试算 来保障自己的权益了 好 来看一下 今天呢 五盘 入股收盘的最新情况了 今天互生两市呢 都是往下拉回的 上站指数呢 在昨天冲关上 2600点之后呢 今天是回吐了 昨天的涨势 那留下了一根黑K棒 那上站指数呢 上盘是下跌了 0.73% 市任成分操考指数 在昨天也同步的创下 一个多月新高 但今天呢 也往下拉回 下跌幅度比较重一点 将近有一个百分点 今天的入股怎么做 解读跟观察 我们稍后请教专家